第一件事叫相亲 第二件事叫催婚 这在今天的很多年轻人的生活中呢 是再常见不过的一件事 过年回家 父母难免催婚 难免给你安排相亲 哎呀 现在的人你说幸福还是不幸福 就我们那年月好像没什么相亲这事 就是能认识谁就认识谁 认识不到就拉倒了 今天呢准有人给你安排 各种相亲都变成了一种节目 相亲有的是真相亲 有的是应付 应付父母 或者说应付自己 觉得岁数到了 日子到了 好像不相个亲对不住家长 那再怎么相亲到大年初六也基本都相完了吧 剩下的就是催婚 谈恋爱时间长了 家长就着急 说怎么不结婚呢 赶紧结了吧 我这都准备好了 你准备好了不行 现在年轻人他自个儿没准备好 他为什么没准备好呢 是因为他对婚姻这事要求特高 不像我们年轻的时候 我们年轻的时候 结婚这事就差不离就得了 今天不是 今天是差不离也不行 必须得把这事 所有的问题都要解决 但是你让一个年轻人 把自己的问题都解决 婚姻这个问题都解决 其实挺难的 因为现在有好多条件 我们的大城市 你像北京上海 其实我也不知道 其他城市可能都有 这个相亲角 这相亲角有意思 相亲角不是年轻人去 是老年人去 把这婚姻当成摊摆 摆着拿着条件 这家长们会把自家孩子的 各类信息都打印出来 要不然挂着 要不然放在地上 方便来往的父母们 先做个简单的了解 那么条件是什么 条件第一个条件 你按北京而论 第一个条件叫户口 上海也这样 本地户口 然后男的就得有高度 个儿得在一米八以上 再有就是有房有车 然后名校硕士 要不然就是公务员等等 女的大部分是要求相貌 首先是五官端正 其实大部分人都是五官端正的 而且你说这人长得好看赖看的 什么叫好看 什么叫赖看的 说不清楚 现在年轻人 结婚这事反正不是特着急 因为他不是他生活中的必须 我们年轻的时候结婚着急 是因为你只有结婚 才能离开这个家庭 那么父母着急 那从某种意义上讲 是干着急 瞎着急 当然有的家长不同意 说我真不是干着急 我也不是瞎着急 我就是把我儿女这事给撮合成了 那就是卓有成果 历史上就有家长为孩子着急的事 这故事其实我们生活中经常碰着 这故事就叫吹消隐缝 吹消隐缝这故事都是2500年以前的事了 2500年以前的事到今天 它依然有借鉴作用 那我们先看看这件文物 这块大盘子 这盘子的直径超过半米 一般人家里都不会有这么大的盘子 这盘子历史上也不是成菜的 就是为了让你看的 所以这盘子有一名字叫散盘 散盘 你看这后面有一钩子 能挂起来看 这谁安的呢 这是外国人安的 还真不是中国人安的 什么时候安的呢 200年前安的 这至少200年前欧洲人安的 这么精美的阳采 这么大尺寸 画的又这么满的上盘 全国独此一件 你不信你在任何一个博物馆里 找不到画的如此精美的阳采人物 尤其是中国的经典的吹消隐缝 这样一个故事 这里乌羊乌羊的这医院的人 你可以看到老者年轻的男的女的 男主角就是萧使 女主角就是弄玉 都是吹消的 这个凤凰在这儿吹消隐缝 你看很漂亮 然后呢 所有的弟子画的都非常的满 颜色非常的丰富 这是乾隆鼎盛时期的阳采瓷器 它边上的这种锁字纹 都是人工一个一个画出来的 那么开光处画的这个灵毛走兽 是作为主体图案的一个陪衬 这样的大盘子 在当年稍造的数量不会很多 我们在国内的博物馆里 反正我是没看见 这件东西是一个荷兰最大的古董商 拿到一个亚洲艺术博览会上出售的 当时我就看见了 看见以后呢 我一想这盘子作为一个重要文物收藏 很重要啊 它有一个著名的爱情故事 这故事是怎么回事 容我坐下来跟你们说 吹枭尹凤这故事说的是春秋时期 秦木工呢 有个小女儿叫弄玉 自幼就擅长吹声 他用不着乐师指点 就自己就能成曲调 因此呢 这个秦木工呢 就给这个小女儿建了一个凤楼 供她居住 这个一天夜里啊 这个弄玉又在这个凤楼吹声啊 最新于演奏的这个弄玉呢 忽然就听到远处传来了与之相合的声音 若隐若现啊 仔细一听啊 这声音婉转悠扬 弄玉呢 他就停止了自己吹声 就静心的啊 在那聆听 远处的那个乐声呢 也随之呢 就停了 这事他就有点着急 当天晚上呢 他就梦见了一个俊美的男子 对他说呢 我是华山的主人 上天命我与你地接音缘 相会之日 在今年的八月十五啊 至时呢 我会如约前来 说着说着呢 这男子呢 就从腰间呢 解下了一个玉箫 一篮吹奏 就是靠着栏杆 就开始给他演奏一支曲子 那支采缝呢 也就随着乐声翩翩起舞 美妙的乐曲 让弄玉呢 如痴如醉啊 神魂颠倒 他就问了 说你这曲子 怎么这么美妙啊 男子就回答说 此为华山第一弄也 天亮了啊 这个弄玉呢 就把梦中的这个情景告诉了他爹 他爹呢 秦穆公呢 就说这事简单 当爹的帮你去找去 秦穆公呢 就派他的使臣呢 到华山呢 去寻访 经过当地的这个 乔夫啊 就是砍柴的这人呢 指点 在华山的中风中啊 就找到了 公主梦中的那个男子 这个男子叫萧使 然后这个特使呢 他就说您跟我走一趟啊 咱回去 我们家这个豪华啊 我们家有钱 我们家有牌畅 您跟我们家的公主见见面 这样的话呢 就把这个萧使 领回了这个凤楼 有一天 秦穆公啊 把自己的亲朋好友都请来 大宴宾客 弄玉跟萧使两个人在月下合奏 空中呢 这时候就飞来了一个紫凤 飞来了一条赤龙 红龙 落于凤台之上 于是萧使成龙啊 弄玉呢 成凤 两个人翩翩而去 萧使和弄玉的故事呢 是以萧为美啊 以音乐作为共同的追求和志向爱好 他们情投意合啊 至情至爱 感化天地 这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爱情喜剧 可我们生活中知道的比较多的 你比如白蛇传啊 梁柱啊 西乡记 这都是悲剧 而只有这个故事是一个非常浪漫的喜剧 那么我们今天说爱情这个话题呢 在中国啊 自古以来这个话题就比较抽象 西方人的这个古代的爱情观念 跟中国人古代的爱情观念呢 它不相同啊 如果我们往上这个追溯啊 东西方的神话故事里 中国神话故事的主人公呢 都极具英雄色彩啊 都有点不施人间烟火啊 你看像骑着龙骑着凤的啊 少七情六欲啊 也没啥缺点 你像福西啊 女娃啊 炎帝皇帝 这种神话人物嘛 在我们心中的形象 都是非常伟大崇高的 而你看西方啊 古希腊的神话中的神仙呢 但它具备人类一样的缺点 有复杂的性格 七情六欲 狡诈多疑 嫉妒成性 背弃信义等等等等 与希腊神话同一时期的 中国文学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知道的诗经啊 那么诗经中描写的爱情呢 都是为善为美啊 兼家苍苍啊 白鹿为双 所谓一人 在水一方 求爱也是这样 观观居鸠 在河之舟 窈窕疏 君子好求 据说这好求 最近这些年又变成念好求 好求是个名词 好求是个动词 我是愿意理解说啊 有一个漂亮的女孩站在那 有一个男孩子去主动追求她 我愿意理解称是一个动态的景色 而不是一个静态的景色 那么中西文化之间 为什么会产生如此之大的差别呢 一方面是中国文学啊 具有重抒情不重叙事的创作传统 就是你看我们的诗歌里都是抒情啊 另一方面呢 也是中国古人对爱情的表达 往往呢更加内敛 我们的文化是内敛的呀 爱情它是一个非常理想化的 而中国古代更多的爱情故事是不圆满的 正是这种不圆满体现了中国文化 对爱情的一个浪漫表达 那我们下面再聊 就是聊那不圆满的 因为有不圆满的爱情 才让我们生活变得非常的浪漫 那么我们描写不圆满的爱情是什么呀 我们得先看文物啊 因为中国文学中撰写爱情的一大魅力 就是这事没那么圆满 都在追求这个爱情 这爱情总是到一半少一半 什么叫到一半少一半呢 我们看一见文物就理解了 这是一个雍正官瑶的粉彩的团蝶碗 他画了五组蝴蝶 以圆的形式 凡是圆的都叫团的 团蝶团贺 那么团蝶在中国人心目中呢 它是爱情的一个象征 一说起蝴蝶比翼双飞 那想起来的一定是梁山博与驻蝶台 因为最后两个人画蝶双飞呀 那么这故事啊 也算早 距今有个一千五六百年 但是跟那个秦木工 吹销隐风那故事晚了一千年 那么这个地点在哪呢 在浙江的上旅 驻家庄 为什么在驻家庄 因为是驻蝶台呀 驻蝶台求学心切 女扮男装 去会计山求学 他和书生梁山博呢 一见如故 相谈甚欢 两个人在这个书院里呢 同窗共读 形影不离 后来驻蝶台呢 中断学业以后返回家乡 梁山博呢 到尚渝去拜访驻蝶台的时候 才知道三年通窗的这好友 竟然是个女儿身 那他就很高兴啊 他想过 那我就跟驻家提亲吧 我们俩就结成联礼 不就得了吗 但是没想到驻蝶台 已经被父母许配给他人了 那么 梁山博也为自己的这个渔府啊 就心里呢 过不去啊 就 就郁闷 由于这个郁闷不能化解 梁山博呢 就因此呢 就去世了 那驻蝶台出驾时呢 经过了梁山博的坟墓啊 突然狂风大起 阻碍迎亲的队伍前进 驻蝶台吓花轿啊 到了梁山博的墓前呢 祭拜 结果这坟墓 塌陷 裂开啊 驻蝶台 投入坟中 然后坟中 飞出一对彩蝶 双双飞去 离开了这尘室 这一对对彩蝶 就在这碗上了啊 这碗上有五对 每对颜色不一 画得极为精致啊 大清雍正年制的官瑶粉彩 画到这份上 也就画到头了啊 这碗跟了我有三十年 三十年前偶然的机会 看到这碗呢 心里非常激动啊 那时候觉得 官瑶画得如此的精美 能让我撞上这样一个题材呢 就算三生有缘 今天拿着给大家看看 讲讲这种爱情故事 讲讲梁山博与祝蝶台 梁山博与祝蝶台 这样的故事在今天听起来 是很难让人置信的 但是这就是中国文学中的爱情 它往往是超越生死 它是一种旷世绝恋 除去梁山博与祝蝶台的双双话别 人鬼情未了 人鬼恋 是中国古代爱情小说中的 最流行的题材 因为生活中啊 很多目的达不到 所以我们就会从文学创作中 寻求慰藉 自魏晋南北朝开始 人鬼恋或者说人鬼情未了的这种情节 在各种知怪小说中就出现了 男女双方大多都超越了现实的束缚 因为现实束缚没法超越 只好在文学中超越 它更加自由地表达了 人的欲望与爱恨 中国文学史的第一篇 人鬼恋的故事呢 是《猎异传》中的谭生 讲的就是一位名叫谭生的书生 到了四十岁呢 还没有娶妻 一女子深夜主动来与其结为夫妻 并约定三年 你不能用火照亮我 我们就好好过这个幸福的生活 结果这谭生没忍住 第二年忍不住的就照亮了这个女子的腰下 忽然发现她腰下是一团白骨 女子因此离去 后来她知道这女子本来就是隋阳王的亡女 就是隋阳王的死去的女儿 在这篇小说里呢 男主人公因女鬼最终获得了爱情 家庭和地位 门第的差别与变化 他耐人寻味 因为我们知道那个时期有门阀之观念 男主人公的变故在相当程度上 是当时人们渴求翻身 就是改变社会阶层的一个愿望的寄托 这与未尽时期 上品无寒门 下品无士族的严格的门阀制度呢 有很大关系 中国的门阀制度持续的时间并不长 那么你到了科学制度出现以后呢 门阀制度就可以衰落 唐代的诗人 非常有名的诗人叫崔护 他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诗 对唐诗稍有了解的人 都会知道 叫去年今日此门中 人面桃花相应红 人面不知何处去 桃花依旧笑春风 这四千二十八个字 说白了是一个爱情故事的梗概 某一年的清明节 崔护在郊外呢 一处桃园 看到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孩 跟她讨要水喝 便一见钟情 心心念念的老记着她 结果第二年的清明节呢 崔护又去了 结果桃花还在那开放着 但看不到女孩子 就因为当时他们两个人都不勇于表达 那个女孩也因为思念她而去世 所以她走进屋里 就看见女孩躺在床上 一动不动已经顾去了 这时候崔护就不由自主的 就哭着说 说我来了 可是我来晚了 没想到呢 过了一会儿奇迹出现了 这姑娘醒了 活了过来 这二人也因此结为了夫妻 这故事说起来也算一喜剧吧 中间有点悲 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什么道理呢 喜欢一个人 一定要及时表达 不要给彼此留下遗憾 还不要给别人留下空 我们的文化都是比较收敛的文化 尤其在男女爱情上 男孩喜欢女孩 女孩喜欢男孩 有时候耻于表达 今天呢 比我们年轻的时候多一个好处 就是什么呢 你有现代化的工具 你别人有手机 你实在耻于表达了 你就给他发个信息 我们那时候不行 我们那时候最多就是写信 写信它有一要求 写信跟发信息 有很多地方不一样 第一个不一样的 是写信要把字迹表露给对方 所以写一笔好字的人就占便宜 我就是因此好好练字 第二呢 写字跟信息不一样 就是信息你可能就几个字 写信不能写太短 你得前因后果 沉芝麻烂骨子的都得说清楚 所以写信往往都得写几页 写的这个 纸越多越显得你前程 但信息不一样 信息有时候就发一句话就行了 是不是 今天随便发一句话 说咱俩要不然就这么着吧 就这么着了 但写信不行 所以这代人 这代人由于信息的革命 我们的手机 手机都不要说 你二十年前三十年前你还发不了信息呢 你等我打个电话 现在手机基本上是靠发信息活着 所以今天的手机可以给你提供很多主动表达自己情感的机会 如果不愿意正面表达 当然最好是正面表达 两个人在一个最佳时刻 什么叫最佳时刻 你自己会知道 你们两个约会 情绪到了 那你该说就说 该表达就表达 别把机会错过了 两个人的机会错过了不可怕 可怕的是中间如果被别人抢了先 截了壶 那你就出归了 我们的生活 中国人的生活是到了宋代 它跟我们的生活就越来越像 市民阶层就开始兴起 那么我们刚才讲人鬼恋的小说 到了宋以后 它就越来越自由的表达 你比如我们都知道的牡丹亭 就是其代表 它描述的是南安太守 杜宝之女杜丽娘 在梦中与书生柳梦梅的爱情 这梦激发了杜丽娘的 对幸福生活的一个向往 我们都知道这梦境一般不可得 杜丽娘就抑郁而死 但由于她对爱的这种执着 她化为了一种游魂 跟柳梦梅相会 并要求柳梦梅 掘开她的坟墓 让她复生 最终 与柳梦梅终成眷属 为秦而死 又为秦复生 这故事 真的有点超越现实 我们在瓷器上 经常可以看到 中国古代的这种故事 我记得很清楚 就是有一块青花盘子 画的就是柳梦梅的这一段 古代 由于我们社会理智的形成 就是大部分年轻人的婚姻 都是靠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 很多人在结婚之前 可能互相都没有见过面 新婚当晚才有机会掀开盖头 看到彼此的样子 掀盖头这事有点意思 他这个仪式感特强 有点像今天开盲石 可惜我们今天 没这过程了 都讲究自由恋爱 从这个清朝末年 到民国 开始追求自由恋爱 这个爱情已经是 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了 所以没有用父母 也没有用媒人 也不用掀盖头 据说现在有的年轻人 喜欢复古 喜欢掀个盖头 体会一下古代人的那感觉 但我先劝你 既然你们两个人在一起都过了一阵子了 你再盖上什么盖头掀起来也没啥感觉 中国在几千年的历史上都是先结婚后恋爱 两个人的感情是慢慢结婚以后培养的 而我们今天不是 我们今天一定要爱情在前才能够去结婚 继续培养自己的感情 所以中国的古典戏剧都要赋予爱情一个力量 可以看到爱情在人类情感中是一个最为复杂的情绪 所以我们今天不太容易驾驭它 是一个很正常的事 大部分人驾驭爱情都是比较困难的 因为它所表达的内容丰富 它所表达的情感复杂 所以你一个人凭借你个人的一个努力 能够轻松自如地驾驭你的爱情 是一个非常难做的事 非常难达到目的的事 我们节目中有很多文物知识 如果您没听够 那要了解更多呢 就下载官复APP 里头还有上千份的文创以及周边好礼和现金券等着让你抽 你只要下载并注册 你进入首页就可以直接抽奖 要相信自己有这个运气 我们奖品是非常多的 我们把爱情聊到这份上 你老觉得前面不是神话 就是人鬼情未了都搅不着地 我们给你聊一实在的搅着地的爱情 这爱情你听着有点震聋发聩 我们先看文物 这是一件黄幼生尔尊 什么时候了呢 明朝红志年间 明朝红志黄幼是明朝排第一的黄幼 过去我小时候啊 我年轻时候喜欢黄幼时候都隔内玻璃看 根本不可能这么近的距离去看 书上告诉我呢 这个黄幼里头有血丝 就仔细看 说它里头就跟那个 在鸡的时候 从鸡肚子里掏出那个黄鸡蛋 鸡蛋黄上面带有血丝似的 所以红志黄幼带有血丝 就变成了我挥之不去的一个概念 当我看见这东西的时候呢 我拿放的镜 也没找出这血丝了 红志黄幼对整个明朝黄幼 有着至高无上的一个影响 他对清朝后来的黄幼 不管是康熙还是雍正 还是乾隆时期的黄幼 都有很深刻的影响 黄幼在中国瓷器中 有一个专门的术语 叫黄器 只有皇上能亲自使用 过去皇上使的碗就是黄幼 这个碗任何人都不能用 那么这个称尔尊呢 是红志黄幼的名品 我们今天谈的就是红志的爱情 红志黄帝在中国历史上 是唯一的一夫一妻制的皇帝 中国历史上几百位帝王 没有一个皇帝能做到这份 都是三公六院 对吧 但红志黄帝跟张皇后 感情非常好 他有多好呢 就是他从来不去那妾 他也没有后宫家历 什么都没有 为什么红志黄帝能坚守他的爱情呢 源于他的童年 红志黄帝的童年呢 非常的不幸 他的生母呢 是个少数民族的人 他是广西的一个土司的女儿 姓季 当年啊 这个明朝平叛 广西这个叛乱的时候呢 就把这个 济世呢 就俘获到宫中 管理这个皇上的账目 管书啊 一次偶然的机会 就是成化皇帝 经过 一看这个 这女孩好看啊 这女孩少数民族好看 也很聪明 然后就把她留宿一宿 就没有想到 济世就这一宿就怀孕了 那么当时控制后宫的 是历史上著名的万贵妃 这女的比较狠 她比成化皇上大17岁 或者大19岁 任何女的怀孕 任何宫女怀孕 她都一定让她堕胎 因为满宫的人呢 都恨这个万贵妃 所以呢 就都瞒着她 整个宫廷的人都知道 济妃怀孕了 但是没有人跟她说 万贵妃呢 就不知道这件事 这个济妃就把皇子 一天一天的养大 到了成化皇帝30岁的时候 有一回呢 他带这个梳头 大臣给他梳头 他就说 哎呀 我这个都30岁了 我都有白头发 我居然还没有儿子 我白是这一国之君 那么给他梳头的这个大臣 叫张敏 张敏呢 立刻就跪在地上 说陛下游子 那成化皇帝呢 一听就大吃一惊 说我怎么会有儿子 这个张敏就一五一十的 把这个事告诉了成化皇帝 那么成化皇帝马上说 被教 我现在要看我儿子去 这时候啊 洪志只有五岁多 他的母亲继妃 就把他拉到一边 告诉他 说一会儿啊 你要看见那个穿红衣服的 那就是你爹 但是我呢 活不了多久了 结果成化皇帝 看到他的这个儿子啊 30岁的皇帝 看见自个儿的亲生儿子的时候 说了一句话 说我子也累我 这真是我的儿子 长了都像我 那么从那以后啊 大概不到一个月 季妃就报亡 这太恐怖了 这些都是可以拍 很好的电视剧 那么张敏呢 就是这个大臣 也吞金自杀 也死了 都受不了万贵妃的高压 由于洪志皇帝 从小有这么段历史 所以他对他的母亲 有特别深的怀念 所以他在太子的时候 就跟张皇后就结婚了 那时候他还不是皇上呢 所以呢 他们两个就恩恩爱爱的过日子 直到他有一天登基 做了中国明朝的皇帝 就是年号洪志 那么在中国的文学史上 或者说在中国的帝王史上 这种惊天地 弃鬼神的爱情真的不多 因为你地位变了吗 尤其你是一国之君 你怎么可能就坚守一个人呢 这不可能 但是洪志皇帝就坚守了 从一而终跟张皇后度过了他完整的一生 这是他人生中爱情的一个部分 这个故事我们今天听起来都跟神话一样 就是很不真实 但它确实是真实发生的一件事 在中国明朝宫廷史上 这是唯一的一个 一夫一妻制 从始至终 坚守爱情的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对我们今天的普通人来说 就是天方夜谭 我们的爱情 每个人都希望 平平安安 不出岔 不走偏 能够完整地走完一生 但是呢 我觉得这个很难 一对男女结成一起 本身是没有血缘关系的 但是由于婚姻这个关系 使他成为社会学上最亲近的人 简单地说 遗产是配偶继承一半 这就表明你的关系 人伦关系的亲密 我过去老说一个理论 叫半球理论 就是任何一个男的或一个女的 就是半拉球 就是半拉球 它直径不相同 两个球撞击在一起的时候 它就可以磕磕绊绊地向前滚 如果你们俩的直径差距不大 那么你就会滚动的比较快 如果差距比较大 你就会滚动的磕磕绊绊 但是依然可以滚动 如果你们两个人的半径差距 大到不可以滚动 那你就是一拍两散 所以我们每一个男人 或者每一个女人 实际上都在适应另一半的直径 我们这个直径不是那么物理化的 说你有十公分 我有十一公分 不是这个意思 你的直径和对方的直径 实际上是一个变量 它在生活中不停地变化 以期形成一个完整的球 我记得林雨棠先生说过一句话 他说婚姻就像穿鞋 穿久了自然就会合脚 我觉得这个道理也成立 其实扮球理论也是这样 不管你男女各式扮个球 你们俩在一起 只要能粘合在一起 磕磕绊绊 棱角就会越来越模糊 球就会变得越来越圆 当球变得越来越圆的时候 就是你离幸福最近的时候 好多年前 我参加了一个朋友的婚礼 那朋友上去表达了半天 自个儿的情感 说我们希望我们俩到老了的时候 还能手拉手地一起去看夕阳 这是他的爱情宣言 然后他就让我上台说几句话 我想我说什么 我除了讲到半球理论以外 我还说了这样一句话 我说我也希望你们两个人 到老了的时候 能手拉手地一同去看夕阳 但是看完夕阳的时候 一定别忘了回一下头 远远地坐在轮椅上的那个人 就是我 我说这话啥意思 我说这话的意思就是说 你说的所有海枯湿烂的誓言 一定会有人监督的 如果没有人监督 一定上仓监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